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 英国政府推出的薪酬追回条款 Cloudback Rule 以及其背景和影响 这项规定的目的是 加强金融机构高管的责任感 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银行高管在决策不当的情况下 却获得高额奖金的问题 被公众关注 首先 这项规定主要针对大银行的高管 和关键决策人员 并且设定了明确的追溯期和追回机制 如果银行发生重大错误或损失 高管们可能需要返还之前获得的奖金 这样的措施 不仅有助于提高金融行业的合规性 还能促使高管们更谨慎地做出决策 关注长期风险 接下来 我们将深入探讨 这项规定的实施情况极其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借鉴这项政策 金融机构的道德审查和风险管理得到了强化 然而 这也可能导致某些高管 因过于谨慎而不愿意冒险 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 这其中的利弊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Useus说 英国政府推出的Cloback Rule 薪酬追回条款 是一项针对金融机构高管薪酬结构的监管规定 旨在加强金融行业的合规性和责任感 以下是详细介绍 背景与目的 金融危机后审查与改革 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银行高管在决策不当情况下获得的不成比例的奖金问题 Cloback Rule在此背景下出台 目的是确保高管对其决策所导致的潜在长期效果负责 防止过度冒险行为 Cloback Rule主要内容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大银行的高管和关键决策人员 其中包袱年度奖金及长期激励计划 二,触发机制 如果银行发生重大失误、损失或领导失当 高管可能需要返还其获得的奖金 这可能包括银行过后被发现参与不当行为 高估利率或是报告亏损后重新评估时的情况 三,实施细节 追溯时期 相关规定允许在奖金发放后的一定年限内追回 这个期限具灵活性通常为三年 追讨额度 追回的金额根据发现过程中坚定的行情和问题的界定而定 四,纳入整个薪酬结构中 该规则要求被覆盖的金融机构对薪酬方案进行审查 以确保初始化发奖金时便考虑可能的追回 实践中的应用 这项法规的影响性增送至全球 作为一种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措施 各金融机构逐步采纳Clubat Rule 银行为合乎此规定 必须增强对特定高管的品德审查报告 尤其在对违规和不合规行为的确认和惩罚上需明确 实际影响 ESL银行党是个金融界出口 其声明包括全面实施这些薪酬政策变化 表含的德、关键TEN利益和效果 总体而言 这项规定结合双领导金融风险的教训 被认为是改运质礼锚都会novation来换撇ATH少众 银行洋与自身股东、政府训查等环料中 预协链EMO服务与上Quartel案 造成按摩Vegens Vesasda 提升从这些关系的EinExpert Putimate Areas Vertifingences Vegits C2下化线Minimus Precarious Carentan and VP Operation 附互Mand B光石剑绝缘 Comic谢Utico可能 Mand说 Atliosis 请重新非常详细地介绍 介绍英国政府以前推出的一项 针对大银行高管的金融规定 Clubic Rule 谢谢 Useas说 英国政府推出的薪酬追回条款 Clubic Rule 是一项为了增强金融机构高管 对其决策负责意识而制定的监管措施 这项法规旨在通过规范高管薪酬结构 来减少过度冒险行为 尤其在金融危机后的监管改革中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特征 1. 适用对象 这种情况下 1. 执行与影响 为尤其股东 储户和监管部门的信任和信心 希望此条法规能促进全面的运作透明度 和管理审慎 是机构稳健发展的助力 曼说 Atliusis这项政策出台了很多年 有哪些国家借鉴了这项政策 请你结合各国历史上的数据 分析这项政策是导致金融机构的高管 更倾向于做出长期利益决策 还是导致高管倾向于做出不作为的决策 请分析利弊 谢谢 Atliusis说 薪酬追回条款Clubback Rule 自推出后 受到了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借鉴 各国对该政策 采取了不同的变异和实施方式 具体如下 借鉴国家与实施变异 1. 美国 自2010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 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后 美国对金融高管的奖金追回机制 进行了强化 要求公司在遇到重大误报后 有权追回高管奖金 2. 欧洲诸国 许多欧洲国家 包括德国、瑞士等 针对银行业实施了类似追回政策 并且在欧盟的整体金融监管架构内 也参考了英国的模式 3. 澳大利亚 在银行业皇家委员会 The Royal Commission into Misconduct in the Banking Health and General Insurance Industry 的调查之后 该条例也被纳入考量 对高管决策行为的影响分析 有利方面 1. 促进长期利益决策 风险责任 追回条款 促使高管更加考虑决策的长期风险和收益 因为短期的不当行为或错误决策 可能会导致后期损失而影响个人利益 强化合规与治理 高管在制度约束下 需遵循更高的合规与治理标准 提升公司的道德与管理水平 有助于整体经营风险的控制和长期稳定性 2. 透明度提高 在这一机制中 公司需要保持高透明度 以确保能够准确赏罚 这使得公司内部的关键决策流程更加公开和透明 不利方面 1. 可能导致的不作为 决策保守化 在严格的追回措施下 高管可能因为担心风险和责任 而不敢推进一些可能必要 但风险较高的创新和投资 增高顾虑和决策拖延 这种条款可能强化了零错误文化的弊端 使得原本积极 有潜力的项目被延误或搁置 继而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 薪酬坠回条款给金融高管的行为带来了负荷影响 一方面 这一政策可以促使高管更加关注长远利益和风险 使公司决策更具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 若执行不当或理解不到位 也可能出现过度保守和决策惰性 因此各个机构需要结合实际增加灵活性和平衡性 使政策发挥其应有的正向引导作用 那人说 at leuces 中国是否借鉴了类似的规定 是什么样的 66说 在中国 虽然没有直接称为薪酬追回条款的法律 与之相似的制度 在一些法规和公司治理实践中有所体现 以下是中国相关机制的一些特点 中国的类似规定与机制 一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追责机制 中国的证券法规要求上市公司对信息披露负有严格责任 如果发现虚假信息披露或欺诈行为 相关责任人 包括高管 将受到追责 这些机制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通过处罚来影响高管的薪资和福利待遇 二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 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 由中央货 Mine说 That Luses请寻找历史数据 分析这项规定在中国引起了哪些后果 请多面分析 谢谢 Luses说 Sure I can help you with that 历史数据分析与影响 在中国 与类似薪酬追回条款的机制相关的制度 对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运营 产生了一些显著的影响 一 高管行为约束力增强 通过严格的信息披露机制 上市公司的高管面临越来越多的透明度要求 高管的个人生育与公司业绩紧密绑定 促使管理层更加审慎地进行财务报告和决策 二 法律责任与信贷影响 通过一系列法规的落实 新监管措施将高管的不当行为 纳入了惩戒范畴 这不仅对消除虚假信息披露 起到了威慑作用 而且长远看来 这提升了证券市场的信任度 三 行为散漫现象下降 在国有企业中 高管薪酬管理与业绩挂钩 这种干预虽然在短期内对薪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但在提升管理效率和业绩的长远目标上 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 企业决策和风控文化改善 由于公司法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强化 企业的决策过程愈加透明 风控机制的设计和执行 也因此得到了有效改进 这推动了国企和民企的发展 整体影响与案例分析 这些管理措施提升了企业管理的整体素质 同时保障了投资者的权益 在一些知名案例中 涉事高管通过公司法和地方司法判例 被问责甚至解除职务 引发公司治理机制的反思和改进 例如一些企业因为这些机制 开始注重新业绩目标的制定与执行 积极改革讲成和考评机制 综合来看 相关机制的实施带来了透明度的提升 和业务的长远稳定性 但也可能在推行过程中 面临一些复杂的行政管控挑战 和执行层面的差异 这一点企业和监管部门 都需要保持清醒的应对策略 Liusis说 在您提到的历史机制影响背景下 以下是一些知名案例的详细分析 案例一 万科集团的治理改革 万科集团作为一家大型房地产企业 以其在高管薪酬与业绩关联上的 司法创新而闻名 因证券市场规范和信息披露要求的加强 其内部推出了一系列 与业绩目标挂钩的薪酬方案 引入了高管的年度考核机制 这样的机制改善了内部治理结构 提高了决策透明度 最终 这使得万科不仅保持了稳健的市场业绩 还促进了社会企业责任的旅行 分析 透明化管理 管理层行为受到严格监督 增强了企业诚信 市场信心增强 有效的信息披露 使得公司在投资者中的声望提高 案例二 中国建设银行的风控改良 在金融行业里 中国建设银行通过罚款和追责 在违规贷款项目上开始严格的责任问责制度 并且推动了内部监察改革 不当行为的监管和法律处罚 有效的减少了风险监管过程中的腐败和拖延 这种治理压力促进了外部董事会的独立性 分析 金怀坦荡的会计透明度 提高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推动组织文化转变 央起的自治改革示范效应得到强化 这两个案例表现出 相关机制不但阅述了高管漫不经心的行为 同时强调精细化管理 以提升公司的长远竞争力 但同时 这也可能对管理者带来一定的担忧和压力 可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流程 以达到最理想的结果 那你说 At Lusis 什么是 Quarterly Capitalism 请详细介绍 谢谢 Lusis 说 Quarterly Capitalism是一种商业现象 指的是企业在制定策略和做出决策时 过于关注短期利润和季报表现 而忽略了长远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这种现象主要来自于 公司需要在季度财报发布时 向投资者展示令人满意的收益 这往往导致公司管理层 做出以短期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决策 有时甚至不惜牺牲长期发展和创新 特征与影响 依短期策略加强 公司可能会削减研发预算 护士员工长远福利计划 或减少对新市场的投资 以迅速提升短期财务业绩 二 投资者压力 投资者关注短期收益 加剧了管理层迎合季度报告的倾向 这种需要不断证明盈利能力的推力 可能导致草率决策 三 创新减弱 公司可能减少对于可提升长期竞争力的创新项目的投入 而选择立竿见影的策略来装点季报 四 文化与治理挑战 利润为商的导向可能削弱企业文化 打击员工士气 并在更大范围内引发市场的不稳定性 反思与应对策略 为了缓解季度资本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 企业可以 设计长远性激励制度 为高管设计考核方案 将注意力从短期财务目标转移到企业的长期健康 增强透明度与沟通 涉及战略规划和公司未来方向的透明化沟通 帮助投资者理解公司的用心良苦 多样化业绩评估指标 不能仅局限于财务数字 而是考虑社会责任 员工满意度 技术开发等多方面的长足进步 通过在策略和治理结构中 加强长期视野 公司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年复一年 可能带来的功利压力 不再顾住百家乐的能稳定增长 并满足各种持分者的期望 这与长远大利益的追求是相一致的 那恩说 Atliusis这种现象 曾经发生在哪些国际知名大公司中出现过 Liusis说 这种季度资本主义现象 曾在一些国际知名大公司中出现过 这些公司可能过于专注于短期的季度财报 而忽视了长远的战略规划 有几个例子特别值得注意 1. IBM 在20世纪90年代初 IBM集中缩减公司业务 以追求短期盈利最大化 但此举最终导致企业在创新和市场占有率上的长期问题 2. 克莱斯勒 Chrysler 该公司在面对投资者压力下 采取了短期的成本削减措施 却导致产品质量缺陷和市场份额丢失 3. 惠普 HT 在2000年代中期 为了短期内提升股价 惠普削减了研发成本 长期来看影响了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4. 短式的银行机构 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 许多银行为了获取短期利润 在抵押贷款等高风险领域投入过深 忽视了长期风险控制 最终酿成了金融危机 这些案例显示 过度关注季度盈利 可能在短期内给市场注入显而易见的利润好感 但从长远来看 可能会给公司的创新活力和市场地位 造成损害 那一说 AtLiosis伦敦交易所和纽约交易所 分别成立了多少年 Liosis说 伦敦证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 成立于1801年 而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 成立于1792年 养者都是全球最著名 和历史最悠久的证券交易所之一 那一说 AtLiosis请为我分别介绍英国和美国最近30年来 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平均股票持有时间的历史发展 谢谢 Liosis说 在最近30年里 英国和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平均股票持有时间都有显著的变化 受多个因素影响 相对持有时间一般较短 因为个人投资者可能受到市场波动和个人财务状况变化的直接影响 普遍利用技术手段和易于获取的市场信息来进行更快的交易 阿尔机构投资者 通常持有时间较长 因为他们更注重于长期收益 随着程序化交易的普及 某些基金如对冲基金的交易频率增高 而传统基金如养老基金的持有时间相对更长 美国 一个人投资者 上世纪90年代平均持有时间较长 但在科技和信息的推动下 进入21世纪后普遍缩短 高探索性订单融资和网络交易的发展 导致个人投资者频繁地重新配置资产 阿尔机构投资者 数十年来业务模式更为多元 从激进追求高频交易的量化基金 到通过被动投资策略 实施资产配置的指数基金 总体趋势看 尽管有高频交易的影响 许多机构仍寻求中长期收益和增长支持计划 对这些持仓时间长期影响会有缓和效果 总体而言 市场的 那一说 atliosys请为我寻找具体的数据 谢谢 Ussys说 寻找具体的关于英国和美国投资者 股票平均持有时间的历史数据 没有获得直接结果 如果您特别关注详细的统计数据和分析报告 以下几种方式可能有所帮助 一市场研究报告 关注来自金融分析机构 或投资管理公司发布的年度报告 如麦肯西 Mckinsey 碧马威 KPMG等 往往会涵盖市场持有期以及投资者行为的变化 二政府 与金融监管报告 如美国证监会 SEC的披露文件 或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的报告 可能提供相关市场行为的数据和分析 三机构研究中心 例如美国投资公司协会 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SEI 可能在其年度投资研究报告中 对比包括持有周期在内的行业动态 如果实现实时追踪 请考虑通过注册数据库访问权限 获取更深度的商业与投资者行为数据 麦说 At Liu Sis 请为我提供具体的股票平均持有时间 谢谢 Yu Sis说 获得具体国家 如英国和美国的投资者 平均股票持有时间的数据信息 并不总是能够通过公共资源立即获取 不过 这信息可以在以下几种资源中寻找到 一市场研究报告 金融分析机构 例如麦肯锡 KPMG的年度市场报告 可能提供详细信息 二政府和金融监管报告 欲如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 SEC或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的文件中可能有相关数据 三行业协会与研究组织 美国投资公司协会 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通常在年度研究中列出相应数据 直接从这些来源获取数据 能够帮助理解所需的持有时间数据 需要更多帮助查找资源或数据 欢迎告诉我 Mine说 Atliosys请介绍新数字技术的发展 对股票持有 以及交易速度的影响 谢谢 Atliosys请介绍新数字技术的发展 对股票持有 以及交易速度的影响 谢谢 Atliosys请介绍新数字技术的发展 对股票持有 以及交易速度的影响 谢了 Atliosys谢谢 Liusys说 当然 慢 新数字技术的发展 对股票持有和交易速度 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一 高频交易 高频交易 HFT 依赖于高速互联网和算法 允许投资者 在几微秒内 执行买卖操作 大大缩短了平均持股时间 使市场价格更为流动和波动 二 电子交易平台 这类平台的普及 使得任何人 只需由网络连接即可进行股票交易 无需长时间持有 增加了市场参与度和平民投资者的交易频率 三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投资决策日益依赖大数据分析和康显运算 可以快速处理庞大数据集 并生成趋势预测 导致更短的持股时间和加快的交易策略调整 总的来说 技术推动了股市的自动化和全球化 使交易更快 更频繁 持股时间普遍减少 如果你需要更深入的探讨 或有其他相关问题 请随时告诉我 Mine说 At Biosys请详细介绍 The Sorbonne's Oxley Act of 2002 谢谢 Biosys说 Sorbonne's Oxley Act of 2002 也称为Sox法案 是美国法律 旨在改善企业财务报表的准确性 和公司治理 它是在安然丑闻和世界通信丑闻后不久出台的 以恢复公众对美国证券市场的信任 以下是该法案的几个关键方面 一、高管责任 公司、CEO和CFO必须亲自证明财务报告的准确性 这增加了高层管理者的责任 违反此条款可导致刑事惩罚 二、独立审计 必须在内部审计外部公司时确保其独立性 不允许会计师事务所同时提供非审计业务 以避免利益冲突 三、财务报告内控制度 公司需要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来预防和发现欺诈行为 并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持续的评估和报告 四、审计委员会 公共公司董事会必须设有审计委员会 并必须有一位具备财务背景的成员 以进行适当监督 五、文档保留 处罚扩大 包括故意销毁、伪造和篡改 涉及财务状况的文件和记录的行为 Sorban Thoughtsley法案 大大提高了会计透明度与责任 增加了对公司行为的惩罚力度 尽管企业实施法案的成本也有所增长 如若需要进一步信息或详细分析 欢迎告知我 Mine说 Cat Leuces请详细介绍安然丑闻 谢谢 Cat Leuces说 安然丑闻是美国历史上最大 最著名的会计丑闻之一 涉及能源公司Enron 以下是它的关键点 依背景 安然公司成立于1985年 并在1990年代通过复杂的会计和财务操作 使其看似高收益 实际上隐藏了大量债务 2.欺诈手段 通过特殊墓地实体 SPE等复杂机制 安然能够隐瞒公司的债务和原本不良的财务状况 使其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上看起来极为成功 3.揭露 问题在2001年被揭示 当时安然无法维持其复杂的会计路径 此外 华尔街日报和其他媒体的调查 也揭发了内幕交易和严重缺乏透明度 4.破产 这些财政丑闻 使安然于2001年11月宣布破产 这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宗破产案 对公司和员工乃至整个投资者社区造成了巨大冲击 5.后果 安然作为业内领军者 一夜之间坍塌 将投资者、雇员和市场留在困境中 这一案件直接促使美国政府制定了更严格的财务报告法律 最著名的集市 为当下价值 市场法估计算 造假的起因和过程 一致与公司短期财务表现和股价紧密挂钩 这是其会计造假的核心方法之一 2.需报资产与收入 采取复杂的金融工具和会计技术需增收入 将亏损转化为利润 从而粉饰公司业绩 3.违反市场规则 安然以能源交易业务为核心 通过市场操弄等操作来人为提高能源价格 从中获利 4.内部控制缺失 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和审计流程临时混乱 对异常情况缺少有效的风险和合规监察 在这整个过程中 财务作弊手段的复杂性不断增强 悬浮和经济标准 Fational 审计方法 使审谈Ord 现一种长时间的 System 股东晚之道 是Lotate Secrechant 表 Positive Devalence Acquisimals Absolutament Quiz 非常MUCE2 据Ending and Lickertist Mann Tithragist Stiff Behaviour有 Early Notices Easy Ample CSP Ruined Channel 爱国扎吉 Mann说 At LuSys 请介绍特朗普公司的财务状况 谢谢 LiuSys说 特朗普公司的财务状况 在2023年面临多项法律挑战 依财务违规和法律诉讼 纽约总检察长 在对特朗普及其公司的诉讼中获胜 要求公司改进内部财务报告的流程 来源 HTTPS AG New York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 Alvin Bragg 在2023年对特朗普进行了指控 涉及到多项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 来源 HTTPS 曼哈顿大典 Org District Attorney Bragg Annonses 34 Count Felony 特朗普公司的长期财务主管 Alan Weisselberg因税务欺诈被判处5个月监禁 来源 HTTPS 3W.MPR.org 曼说 At6SYS实际控股人用自己旗下一家上市企业 收购自己控股的非上市公司进行并购交易 是为了达成哪些目的 LU SYS说 实际控制人通过旗下上市公司 收购其控股的非上市公司进行并购交易 可能有以下几个目的 1.资产整合与优化 合并资产以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运营效率 实现协同效应 2.提升市值 通过收购来增加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从而提高公司的估值和市场影响力 3.提高流动性 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中 可以通过后者的股票自由交易 提高非上市公司资产的流动性 4.强化整体控制 更好的整合和控制与非上市公司的业务 增强对资源的集中控制 增加战略协同 5.币税与财务上收益 运用并购带来的折旧和股权控制 可能在税务和财务上获益 每个交易可能受到个案特定的战略 运营或者财务因素影响 因此具体目的可能会多样和复杂 那你说 At Lusis二战发生是因为英国跟德国 是在哪一些方面没有谈妥 请详细介绍经过和特殊意义的例子 Lusis说 二战的爆发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过程 其中英国与德国未能达成协议 只是诸多因素之一 以下是一些未能谈妥的关键领域 以及二战的产生经过和某些特殊意义的例子 一.领土扩张与政策冲突 希特勒的扩张政策 德国在1930年代频繁违反凡尔赛条约 希特勒通过闪电战策略推动领土扩张 特别是对奥地利、杰克斯洛伐克等地的吞并 挑战欧洲的势力平衡 绥靖政策的失败 英国首相比英国Against不断让步 试图通过满足德国的一些领土要求 以避免战争 然而 慕尼黑协定后 德国对杰克斯洛伐克的完全控制表明 绥靖政策完全失败 二外交努力与纠纷 战争宣言 尽管随后英国和法国在德国入侵波兰后向德国宣战 但英国外交孤立和德国战略决策之间的断裂 无法弥补双方的敌对状态 未能达成防卫联盟 英国未能及时与苏联形成坚实的联盟关系 瓦解了东西方形成合力遏制德国扩张的机会 三经济和军事准备不足 英国在德国全面战争准备中显得相对迟钝 赢得海军协定和空军力量发展上追求和平延缓 全力强化军事装备部署 为及时制衡希特勒的军国野心 特殊意义的例子 莱因兰重整 1936年希特勒重新武装 进驻莱因兰 这严重打击到凡尔赛体系 归根结底 英国与德国未能达成和平的背后 是两者利益上的严重对立 以及对彼此政策解读的误判 最终 全球矛盾累积发展到了 无可避免的战争冲突 这带来了整个世界历史剧烈的变迁 Nan说 Atliusis 请介绍两者在具体哪些利益上严重对立 如何对彼此政策解读产生了误读 Liusis说 在英德之间 关于二战爆发的利益严重对立 和政策误解方面 可做如下分析 伊利益上的严重对立 领土和霸权 德国希特勒希望通过侵略 恢复和发展德意志帝国的威严 对抗英法的影响力 英国则致力于维持和保护其 全球殖民体系和欧洲的势力平衡 经济权力 德国寻求突破1920年代经济限制 在欧洲及全球范围壮大经济力量 而这与英国希望维持其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中心地位的战略相冲突 二 政策解读的误判 绥靖政策的误判 英方的绥靖政策试图通过让步和平 但是德国将此解读为软弱 故而进一步加强了其冒险和扩张政策 战略防御方案缺失 英国在防御方案中低估了德国的扩张决心和军事速度 也误判了希特勒德意志不愿真正打全面战争的意图 这种挂在利益和政策上的重大对立以及相互误解 直接加速和加剧了矛盾 并最终演变成无法避免的全球军事冲突 那你说 At六四英国是什么时候对德宣战的 什么事情导致对德宣战 六四说 英国在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宣战 导致英国宣战的直接事件使德国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 这一侵略行为被视为打破了1938年慕尼黑协定所给予欧洲的短暂和平 英国和法国曾承诺保卫波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因此德国对波兰的入侵直接导致两国向德国宣战 慢说 At六四 可是苏联称着德国对波兰宣战的时候也入侵了波兰 为什么英国和法国只对德国宣战而不对苏联宣战 为什么不止对苏联宣战不对德国宣战 六四说 英国和法国在1939年对德国宣战 而没有对苏联宣战 这是因为几个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原因 依德国的主导角色 纳粹德国被视为欧洲大陆最为直接和积极的侵略者 德国开始寻求领土扩张并发动战争 因此德国构成的威胁在国际上被优先应对 二 苏联条约关系 苏联与德国于1939年8月23日签署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包括秘密的领土划分条款 这让苏联的入侵显得次要 因其更像是一种对原本计划的被动合法化 尽管这违反了国际关系的正常规范 三战略考量 英国和法国的军事战略主要针对德国 其军事准备和计划对于迅速同时与德国和苏联 进行全盘大战缺乏准备 四 苏联与英法关系的变迁 政治上 英国和法国当时希望苏联能最终成为对抗轴心国的一位盟友 而猛烈的外交对抗可能会彻底关闭这个可能性 因此从当时的实际策略角度 在面对直接战斗性侵略活动的情况下 英法决定主要把应对的重心放在德国上 那说 At六四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按照意识形态来看 应该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敌 为何英法与苏联的关系产生重大变迁 六四说 英法与苏联关系的重大变迁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意识形态的灵活性 尽管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 而英法是资本主义国家 国际关系在某些关键历史时刻会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 面临共同的威胁时 例如在三十年代后期对德国的恐惧 意识形态差异便可能暂时被搁置 二限时政治考虑 德国的扩张使盟国认为有必要与苏联接触 以便对抗更直接的威胁 在这样的情况下 英法愿意重新评估他们与苏联的关系 以获得其在潜在盟友方面的支持 三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冲击 1939年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短期内让英法感到意外且失望 然而 这份条约后来导致了苏联及其领导人斯大林的政治角色 转向同州新国战争末期盟友的前例者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 同源使敌对者探寻战略合作成为可能 四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需求 减轻对西方前线的军事压力 使得适度接触苏联来制衡德国 成了务实之举 苏联的地缘政治位置 以及如何在后续战争中平衡乃至利用 苏联甚至可能被考虑为对德国威胁最大的新盟友 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都会根据其当时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来进行调整 有时即便在意识形态的对立面 也找寻共同语言 尤其面对威胁生命安全 与国家生存的现实考验时更是如此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桑梁